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损失是我们被迫变成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因为年轻学者看到我们的例子 问我们 也许一个月一次有一个年轻学者问我 林老师我怎么样能够 他当然他不说的那么直接 但是他的意思是我怎么样能够不成为你这种灾难的一个人 那界限在哪儿 那红线在哪儿 我在那儿很不好回答 因为那红线很不一样很模糊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在哪儿 而且我发现那些尤其是年轻的 他自我审查的程度比他需要自我审查还大得多 我在Princeton有过一个很聪明的女学生跟我念了一年级的中文 中文说的挺好 二年级三年级也学得很好 然后他对人权感兴趣 有一年他申请华盛顿的人权观察的一个 我做暑级internship工作 很高兴 再问我 我就很好 然后他才发现我是黑名单 然后他问 那我做那个人权观察的暑级工作 不是到中国去是在华盛顿 会不会也变成黑名单 我说做梦你这就别那么简单的 而且在华盛顿你又那么年轻 不会有任何影响你去做吧 一个星期之后他回来告诉我 我考虑很久也问了父母的决定把他卸掉 我不去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 白人 嗯 他怕到这个程度 自我审查到这个程度 我们上了黑名单的人 损失在哪是真的 可是有一个绝对的优点 我们可以说真话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 我们已经被惩罚 现在完全自由了 都不能 loan 我还愿意 他悶不过 他不得了 我这就从来 的 我最重以后 因为我已经被了 我已经闪了 我